對 對 小朋友 我們愛心的調味 隨隨雙再裏眼 拿幸福的滋味 就在料理甜甜甜 快樂做料理 甜蜜幸福在一起 趕快一起來看看 今天要做什麼料理 那我們就用丟頭板決定 好 先囉 再丟一次了 拜託 不行 怎麼了 湘師傅 你拚拚的 我是最公平公正的湘師傅 你們請說 我是湘師傅 我想要吃蛋糕 拚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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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拚啊 你們有一邊想要吃蛋糕 一邊想要吃布丁 可是你們的錢只購買一種 所以你們丟頭板決定 最後是小廚的蛋糕贏了 對 可是家師傅 我很想… 很想吃布丁耶 這種小事交給我就對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布丁蛋糕 布丁蛋糕 材料有 牛蛋兩顆 吐司兩片 牛奶80cc 還有果糖10克 黑糖20克 香草粉10克 水10cc 布丁蛋糕是布丁還是蛋糕 做好了以後你就知道囉 現在我們先來打蛋吧 接下來我們要再加一點鮮奶 讓倒到蛋液裡面 搶拌均勻 為了增加布丁蛋糕的口感跟香氣 所以準備好了果糖 還有香草粉 這樣味道會更棒 攪拌均勻 江師傅 吐司片可以撕成小塊小塊的嗎 沒錯 撕成大小可以放到 橢圓形碗裡面的形狀 好 好 葉蒸發型的 好 鋪平之後 接下來要把這個 攪拌好的蛋液倒到模型裡面 應該這樣已經夠滿了 夠滿了嗎 對 好 接著有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就是把它邊邊拿起來拍一拍 這樣蒸起來才會有氣泡 好 把它拿到電鍋裡面蒸大概5到10分鐘 就可以了 現在要來煮焦糖了 好香 把水倒進去 黑糖倒進去 一點點 然後不停地攪拌 不然會很容易燒焦 變得比較稠一點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火關掉 布丁蛋糕放到電鍋裡面蒸好之後 要把它放涼 然後煮好的這些焦糖 淋在最上面 把它拿到冰箱裡面去冰這一下 會變得更好吃 等我一下 好 好 冰過了 我們要來裝飾一下 好了… 擠了一條對不對 好 換你們 好 開始 我一顆 妳一顆 再一顆 太多了 還有這邊 要裝飾一下 好 我這樣刷 放了 好 一 二 三 甜甜蜜蜜的布丁蛋糕 完成了 好 好 好 想吃布丁也想吃蛋糕嗎 好 好 大廚 我們可以不要花錢買布丁跟蛋糕了 對 那我想想看可以買什麼 妳們 可以把錢存起來 積少成多 以後就可以用到有用的地方 對耶 謝謝 謝謝 鄉師傅 好了 将蛋打散 倒入牛奶一起搅拌均匀 加入果糖和香草粉 将吐司吃成小块 放入模型里 将打圆的蛋汁倒入模型里 放入电锅蒸5到10分钟 将黑糖和水 用小火反复搅拌至金黄色焦糖 将煮好的焦糖 淋在布丁蛋糕上就完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